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今天的話其實打開報紙我們所看到 幾乎都是一些題材性的利多 包含昨天晚上的話 如果從美股行情來做觀察的話 你硬要找出一些利空的理由的話 可能是有 可是呢 你要說找不出來的話也很正常 也就是說震盪裡頭的話 相對來到高的位置出現比較激烈的震盪 今天台北股市有沒有機會震盪裡頭 讓這些多方式能夠脫穎而出 我們來看一下 兩強的股後戰爭 這戰火非常激烈 精華幾下的精測 精華全中產業裡頭隱形眼鏡這個精華 這有沒有代表什麼樣的含義 那麼另外一方面的話 看到蘋果供的是microLED LED的話媽媽從形容的 是晶電 最近真的是殺非常凶 可是呢 蘋果供的是microLED 傳聞當作是洪家軍要來助陣 又是在洪家軍身上 那麼三大跡象暴起 生技股真的春宴來了嗎 生技股最近利多的聲音是比較大 過去比較低迷之下的話 生技股有沒有機會 最後來看一個 瑞絲即將就要甦醒嗎 兩大外資還滿是大力光 股王大力光外資圈開始喊買了 當然如果把線型打開來看的話 等一下308大力光也來看一下這個線型變化 在低檔的位置 沒錯就在這低檔位置 會不會外資圈點名之下的話 就有些復出的機會 剛剛點名到股王大力光 還有股後現在封測的部分的話 可能要轉換成精華光學 你的觀察呢 其實這股票就很明顯 你股票就漲多了 它就會跌 跌到一個程度 它的價值到它就跌不下去 然後外資就開始出報告 那如果是以大力光來講 其實它主要就是跟蘋果 那蘋果就是下半年嘛 就下半年的事情嘛 下半年它會有三四星期 那你可以想想看 下半年三四星期 那拉貨要什麼時候拉 這個拉貨其實都是第二季 第二季開始拉嘛 所以第二季拉的話 如果說中國大陸的白牌手機 這部分它也是第二季拉的話 我認為第二季的部分 就拉貨這題材 大力光應該是 我不敢說什麼一定會漲 因為像這種這麼高的股票 散戶也玩不起 但是它可以觀察什麼 它可以觀察大戶的動向 就是大戶的態度 如果說像這種 一張三百多萬的 一台幣度這樣 就是會買這種就是外資嘛 可是總理局還是想特別問一下 從這個現行的觀察 我們可以抓出來看 這現行觀察當中的話 真的是一體兩面 一翻兩瞪眼 你要說它在相對地上位置的話 能夠出現起漲 其實有這樣機會 可是呢 不小心跌破的話 這些以上又變成成城市的套牢壓力 您的觀察呢 其實這種股票 我剛剛是不是講 我沒有給你答案 我只跟大家說 這種股票就給你觀察用 觀察什麼 觀察大戶的態度 如果說大戶把他拱上去的話 因為他現在這邊是不是均線就在一起 對 五日月線跟季線嘛 也是有機會 如果要做線的話 他把他拉上去的話 站上這個 這條是季線嘛 這條季線線形 他就有線頭的味道 對 如果沒有呢 如果沒有呢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他就繼續鬼混嘛 我的看法是繼續鬼混啦 你混到什麼 混到他表態為止啦 因為如果說像這種股票要動的話 他可能動一根嘛 起一支 不會啦 這起一定是起幾六支的啦 所以你也是你用一根可能成本 稍微 如果說你 比如說我們在講說發動再去追對不對 就是這台火車北上已經開了 我就跳上去 成本可能會高一點 但是方向是確立的 他現在這個嘛 沒有方向嘛 也就是你這部分就是 你可以觀察月線 他能不能站上去 不是季線啦 季線站上去代表什麼 季線站上去就代表 代表這個 這台車要開了嘛 因為買這個就不是散戶嘛 就大戶的態度是往上了 所以我認為 這個股票就是你用這個 季線這個部分來做觀察 看似哪怕 如果從股後 像精華的角度出發呢 其實精華 我認為精華其實他是不錯 他是做隱形眼鏡的喔 對 那隱形眼鏡投票你要想想看喔 隱形眼鏡如果說你戴的不舒服的話 你會不會換牌子 所以他這個是 他精細度很高 甚至大力光 他也在切入隱形眼鏡這一塊 所以他跟眼鏡有關係 這個算什麼 如果說你取到代工單的話 其實這個代工單是不太容易掉的 然後他的毛利多少 毛利四十幾% 毛利四十幾% 然後如果說我們就精華跟精華來講 其實精華 我認為這個地方 你是可以留意他的 因為第一個他股本小 股本小當然就是怎麼樣 輕薄端小嘛 主要是什麼 一樣嘛 他這個地方他漲多有在做整理 那整理其實像整理照這種 比如說半年性或是季線的部分 一般來說啦 法案他就容易比較 會比較做卡位動作 那我們如果說把圖縮小一點的話 把圖縮小一點 其實我個人看法是一樣 你等他做表態 因為他這個地方均線糾結 均線糾在這邊 到底是要往上往下 他還能告訴你答案嗎 你不用猜答案 你等答案 懂我意思嗎 等答案 你等方向出來 答案出來了 你要做哪一遍再去做 但是我必須跟大家講 其實像這個股票 在去年的年中 我就聽說了 去年年中我們就已經看到報告了 不是說你現在看到新聞 哇好高啊 這個地方要不要去買 在去年年中 到六百多塊的時候 那報告都下出來了 所以這個地方他已經反應過了 那反應過就是反應完之後再修正 那修正其實最近的法人主要是投信 其實大家如果說你看 等一下有空的話你可以看 投信再買就漲 為什麼不漲 投信不買 然後甚至調節賣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看 你這是股票 因為我剛剛講了 他只有五億 五億是投信最矮的 好 這是在整個新聞面臨當中的話 一些重點 如果回頭再來看一下 下來看到microLED這一塊的話 其實蘋果跟microLED 傳聞當作洪家軍助陣 microLED 什麼miniLED 這LED題材的部分 最近壓力比較大 從之前拉出積極力多之後 現在所有的紅色供應鏈的問題 又來了 連蘋果都要切入之下的話 找了洪家軍來助陣 蘋果一加不夠 洪家軍也來 你的觀察 你看這個新聞 它標題寫 傳哦 它沒有跟你肯定哦 傳言哦 所以是什麼 聽說的啦 聽說到底真的假的 不知道啦 反正先誰在說 我的看法是這樣 但是如果說你要看這個microLED的話 蘋果到底是 就這個部分 到底是看著誰的廠 它到底是有看誰的地方 它只看著晶電的廠 其他廠都沒有看 它只看晶電的廠 所以為什麼之前晶電一直漲一直漲 是因為LED嗎 不是 是因為microLED 因為蘋果要取代LED 你現在卻是一直跌啊 因為這個東西很難做嘛 這個東西已經搞好幾年了 這個東西不是說 我蘋果要走 你媽最走 就是它已經 晶電也說了 有在研發 有在研究 但是呢 量產還是個問題 還是個問號 所以晶電在 因為這個東西很難做 所以它發明一個什麼 它弄出一個什麼miniLED啦 mini啦 有一個miniLED 但是miniLED你要看的是晶電嗎 可能也不是嘛 你可能要看得去晶電嘛 你看來看 晶電就會長什麼 就會起一個miniLED啊 那晶電 如果說我的看法是 如果說你要舊這部分的話 晶電如果沒有漲 其實其他這些 我認為不太容易漲 因為晶電就是龍頭 因為蘋果就只看晶電的廠 那晶電現在遇到什麼問題 晶電現在遇到 就是上禮拜 兩間外資調降 它的目標價嘛 而且這調很低耶 很慘耶 一間 砍一點點 一間那一間砍很多 所以它現在主要是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如果說你要 也就是我們所講的 勤賊先前往摄恩先生嘛 你microLED這個部分 如果抓起來的話 一定是先生 應該就是晶電 因為蘋果就是跟晶電在合作 做這個東西的 那這個地方你看這個船 那當然船 船就是 當然就是如果說晶電動的話 大家會追什麼 追榮創嘛 不過這個microLED 你應該聽了一年的題材了吧 你聽了一年嘛 這不是今天才出來的 聽了一年 那就是企劃這個 所以聽起來的話 並不是你重要的首選 我們回頭再來看一下 生技族群的部分 機會大不大 最近都是生技族群利多 我認為可以留意啦 因為當然生技股 它的量是比較小的 那在大盤做震盪的時候 因為它也很久沒漲了 但是我也是要跟大家提 生技它是不是一個 比較偏長線多頭的趨勢 會不會像之前的什麼雞亞 浩鼎這樣哇 一直漲一直漲 漲好久 然後那個漲幅非常大 我認為那個時間點也過了啦 現在就是 主要就是 它是一個 就是短線上 目前就是取代 排名上的主流而已啦 那排名上主流的話 其實最近 你可以如果說 以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你要看什麼 你可以看 就是你打開電視 不是都有那個啊 郭夫人 郭董夫人在廣告那個 對 廣告那個嘛 那你看那個 你會想到什麼 那不是那個 保齡 保齡附近 那不是洪海的嗎 1760嘛 大家不知道 我給你告訴我們1760嘛 你可以看那支嘛 投信呢 投信最近一直買嘛 當然 已經噴三根紅了 你可以 休息一下 你可以等它休息一下 等拉回 那如果說以這部分的話 其實我還跟他講 我常跟大家說 就是你看 這種股票 你要看一下外資的態度 那外資的態度 美齡論壇結束了 也沒有找新藥類股 所以就是你短線上 這是短線上脆的 短線上脆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 保齡那支可以看一下 聽起來又是郭董的股票 那郭董股票的話 在第二頁 我們也可以看到了 包含在漢訊的部分 前兩個UPS達到6.48塊錢 又是一個同期新高 正是飆翻了天 那麼回頭 我們把我一點時間 來看一下 國際是一個例子 所謂的軋空行情 強制回補力道的開始的話 像在國際部分 寫下歷史新高 那麼這個軋空氣勢 機會大不大 軋空我認為還好耶 對啊 因為它之前有掉下來對不對 之前掉下來 現在又彈上去了 那彈上去如果說過高的話 我會認為過高的話 就是就把它賣一賣吧 因為第一個股價也高 那你現在聽到了什麼 利多什麼的 其實差不多 比較接最後一棒的感覺 應該這麼講 就是比如說像 矽晶圓這部分 都漲價題材 漲價漲了 已經漲了一兩年了 漲一兩年股價也高檔了 其實他們都有什麼 都會有一些利多頓化的現象 像之前國際 它就有利多頓化的現象 只不過什麼 只不過最後一個 應該是說煙火 再把它滾上去 其實滾上去 我認為那一段就是 應該就是跟它說不敗 那當然不是說國際不好 而是呢 而是你要轉向看什麼 看它的第二艘航空母艦 它第二艘航空母艦 就旗利星嘛 哦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 國際下面的旗利星了啦 不是再看國際啦 就一檔做完之後 應該換第二次出現 對啊 就一檔做完 都已經搞到四百 你還要跟它說八百嗎 旗利星還不到一百塊耶 對啊 就是你要去看它 第二支航空母艦啦 好這被動元件的部分的話 這要看它第二支航空母艦 這個選武題材部分